主席 各位委員 大家早安 很高興今天能夠來這邊跟各位報告一下 我們是原地族 從小長大的原地族 當然這個外表看起來是很古老 沒有錯 可是因為這裡面 或許剛才各位所看到的照片是表面上的 它裡面也就腐蝕 已經爛掉了 所以是這個對於我們居住的安全很重要 颱風 地震 我們每天都住在裡面精精膽調 裡面的改革 裡面的構造的改建 已經完全是失去它大陸到台灣來所建的東西了 違建一大堆 鐵皮屋一大堆 你們是不是要從 如果說我那邊有資料 看下來都是鐵皮 外面都是鐵皮屋 要留下來 祖先沒有交代 或許他們說祖先交代 可是我們這邊祖先都是同一批來的 他們沒有交代 他們甚至認為說 子孫有辦法就也沒辦法 我們就利用這個機會 大家來做個環境的改善 那麼這個地方四周都是高樓大廈 可是這裡面 古建築物裡面的水溝 四頭八達 假如你在你家吃飯的時候 一隻老鼠跑出來 一堆蟑螂跑出來 你能夠處理嗎 所以說 租在裡面的人真的壓力很大 難得有這個機會 假如說有地方要來改變環境 裡面的地主 我們甚至會列出來的地主 百分之八十都已經同意了 為什麼會同意 就是說 因為有人立的他搬出去 沒有人立的在這邊死守 可是裡面一個人頂多三居 五屏 四屏這樣子 子孫很多 沒有辦法處理 今天如果能夠做到一個整合的 能夠整合的 改變一下這裡的環境 所以說 我希望我們的意見 大家能夠參考一下 為了我們的安全 為了我們環境 不要說整個大安區設計那麼好 以後要叫誰保管 叫誰處理 沒有人要處理 所以說 我的意見是這樣 盡量能夠說 假如能夠都更成功 或許改變這裡的環境 或許改變我們住的安全 最近台南老房子又垮了 那個就是這樣 沒有人要修理 所以說 或許提案的人他們要修理 可是他拿不出來 他們也沒辦法負責到環境 百分之九十的地主委託我 今天我來講 這是紅利 今天我們說 能夠完美的結束的話 是一個很好的 改變環境的方向 謝謝 謝謝 好 謝謝高智勇先生 來 第二個發言 下一位 高智勇先生 好 來 請 好 來 請 原來好 我問那個 除了全人之一 我是除了全人之一 那個 把這個主作留下來 是我們幾多長輩 媽媽 跟我們的 一個共同的願望 但是這個房子確實是老了 需要維修 所以我們來拜託文化局這邊 請專家來幫忙做這個維護 讓它可以長久保存下來 不過知道最近我們附近有很多建商 希望做都更 那我們這邊也同意都更 但是我是不願意不期望說 因為都更把所有有歷史文化的建築 通通拆光光 應該是透過一個完美的規劃 把應該保留下來的文化建築 留下來 讓它這個文化建築 能跟日後的大火融合為一 這樣子才是都更的本意 謝謝大家 好 謝謝 來第三位 郭國慶先生 主席 各位委員 還有各位專家 各位學者 各位長官 大家早安 我其實是這個建築物所在的 那個397以及398地號 我是代表其中超過九成的地主 來發言 一個請各位委員 稍微看一下地圖 就會發現 這一棟建築物現在位於一個計畫道路上面 這個計畫道路是從和平公路三段 一直到樂業街之間 總共有三百多公尺 唯一可以貫通這兩側的 所以這個建築物黨在這個計畫道路上 對以後的都市發展還有消防救災會非常非常的不利 第二個其實對當地的社區居民還有很多的騎勞 他們都有講述過 這個建築物算是很久以前蓋的 可是這個建築物並沒有值得紀念的人事物 而且就在不久之前幾年以前 我們市政府也已經委託專家 曾經去做評估過 他的結論也是說沒有無法保存的價值 那第三個就是說現況 這個建築物在多年來以很劣質的施工方式 拆建改造大部分都已經破舊不堪 剩餘的部分無論是建築形式材料施工的方法 都跟當初所謂的所謂安息式的這個建築 有相當大的落差了 都是用現代的建築材料 以很廉價的方式去完成 第四個 我們這個建築物有繼承權 還有所有權的人數非常的多 而且很複雜 權責也不是很清楚 所以到時候這個建築物該要如何保留 該要如何修繕 如何管理 這衍生出非常多的問題 第五個 本案的申請人 只是眾多的所有權人之一 他們的池分大概僅僅佔10%左右 我們這邊90% 他們佔的池分很小 卻長期的佔用了這個建築物 所以我們合理的懷疑 他是說 為了本身自由的利益繼續佔用 其實跟真正文化資產的保護 並沒有那麼大強烈的 所以在這邊懇請主管機關 還有各位專家委員 能思考一下說 我們社區的安全 還有我們的消防救災 做優先考量 那看看是不是可以慎重的考慮 這一間的保足價值 以及有沒有其他可解決的方式 謝謝各位 好 謝謝 來 第四位 高強淑君 您是 主席各位委員 大家好 我是申請人 也是我們所有權人的家屬代表 我要說的是說 這一個房子的主建物 它有三個圖牌 37號 39號 41號 那以三等份來看的話 公廳是屬於我們平常在計時用的 這是公公眾使用的 至於41號的部分 一 協議分管的部分 這目前是我公公婆婆 他們原來居住的地方 也是我們現在居住的地方 它所佔的面積 目前來講的話 公廳的部分 它的佔的面積大概是9坪多 然後那個41號 41號的面積大概是7坪多 那目前來講 就是在建商那邊 他們在主張要求的那個 法院那個協議就是說 要我們做所謂的一個那個 就是分割的部分 他們也都是分在那個就是 馬路旁邊那個部分 那分在主建物的部分 目前是我們這邊就是 就是高江五四位持有人在那個 在那個持有的地方這樣子 那我要說的是說 這個部分來講的話 因為它剛剛提到就是說 它這個房子裡面有沒有 已經就是說 長久以來已經破除不開 可是據我所知 我們目前來講就是說 大致的外觀都還是保持良好 那目前來講都還是做計時使用 那至於說後面的部分 其實我們是不 就是說我們是希望能夠留下這個房子 留下一個有歷史建築的房子 那所以我們才請了那個 多位委員來探查以後 他也是具有一個這樣的代表性 那另外就是說我們再那個 我再補充一下我們當時申請的一些文件 就是說第一個來講就是說 它的房子的側邊它是有一個那個窗網山 然後在這個房子的背面 就是我們的柳公順 那從地理方向來看的話 它是延伸到安息往心電 深坑的一個發展的一個重要的一個起點這樣子 謝謝各位主 好 謝謝四位 我想大家都 有錯分的 普理性表達意見 那接下來我們請委員 有沒有 跟主席報告還有兩位民眾的正記發言 還有兩位嗎 兩位你創明一下 好來 第一位劉文川先生 在不在 劉先生 好 你是劉先生嗎 是的 好 大家好 我叫劉文川 好 每次看到文資審議大會 不管是在家裡看 網路看 看到新聞 看到決定 都會讓我們想到 就以前的八股八股 社工業的事情 文化資產保留 其實也很簡單 也很難 大家在這時候做一個決定 而且不是用現在的角度來看大 因為國際不會講話 國際不會講話 國際不會講話 是我們人在做這個決定 我們做這個決定的時候 是不是應該用 五十年後一百年後 角度來看這件事情 我舉個例子 新年十張留家 有三種歷史建築 毅力重組 已經都太招標了 我聽到新年十張留家 每個都按讚 每個都支持這件事情 一樣 相對的 高雄人武的 也是不錯兩百年不錯的 拆掉了 現在二萬 但是拆掉只是拆掉 骨雞 能不能修 當然可以修 但是很難修 什麼的 大家都 大約會專家都不清楚 但是我就看到林本元 也修了 當然肉成家也修了 所以呢 很多事情 你的洗衣機展現是什麼 你要還是不要 要會找到要的理由 不要會找到不要的借口 我們這個當下 為後代子孫做了什麼決定 每次我在想說 我活在世上 還有多久沒死 我希望我能對這社會 貢獻什麼東西 我也後代留什麼東西 今天這個決定 對 就要看這些 大家在這裡 怎麼去思考這個問題 當然呢 歷史建築在 台北市村民建建的地方 大家都知道 容積轉移啊這些事情 我相信自由人 應該很清楚這些東西 維修政府有相關法令 怎麼樣去補助 這都有相關規定 理論上應該都很清楚 才去做最後這樣的決定 所以呢 我只有一個心得啦 文化市場保留 跟這個建設的平衡 怎麼樣達到一個 合理的平衡 我想 現在做決定 未來都會被 後代子孫來看 現在我們在桌球的事情 最後只想使用 9月1號 去年9月1號 全國文化自行會議 文化部 正立軍部長 所做的 講過的一句話 做最後的ending 結束 文化 跟建設來說呢 建設 會讓這個國家強大 但是文化 才會使這個國家偉大 謝謝 好 謝謝 來 第六位 下一位師 楊先生 各位委員 大家好 我是新店的等始工作者 然後我也有在關心 那個 那個六張比古厝的事情 然後我簡單講三點就好 第一點 六張比古厝的高家 總共是我們 安息大名高市 夏派八房的族縣 然後夏派八房那個 他當時他應該 他們的族人應該在下看中 尤其他的和平紀錄 後來才散去那個 深坑新店指定 各地 所以說那個六張比古厝 他建設的是我們 夏派八房的族縣 遷积的重要的歸籍 所以說他是有 對當地人看他 是有重要的歷史意義 然後第二點 那個其實 如果就不談這些房子 如果談他們在地的歷史的意義 宗族食堂的文化 這個其實對於我們台灣來說 是一個很可惜的事 因為就以大陸來說 因為我回去安息大名高市的聚落 我點了吊槽 就有很多次 包括姓林的 姓陳的 姓劉河 我都有去過 安息他們的做法是說 雖然安息大名高市 他們的聚落 現在也在面臨劇烈的開發 可是他們居然再怎麼開發 他們本來是把他們的職場給留下來 而且是政府幫他們練 就算是在廈門變高度的開發區 或是安息縣成的密集的開發區面 他們還是那個 主張那個幫每一個政府 把他們的家廟留下來 因為他們 那個對於當地的人來說 他們很重視那種 祖先祭祀傳職的活動 所以說如果說 但是我們台灣過去 來到我們台灣這些家屬 如果我問到當地的每一個人 來我們台灣 我說你的所措在哪裡 他們就說已經被拆掉了 所以說會覺得很可惜的是說 為什麼我們台灣的主廚都留不下來 如果你說一般的民宅或房子被拆掉 那就算了 可是主廚它在一個中主 也是一個很神聖的空間 第二 因為你一旦主廚拆掉了 所以說整個家族祭祀的文化 你都沒有 所以說這個就讓我想到說 坑市長一直在強調 跟大陸和平共兩萬一家情 它是否也能學學福建地區 對於那個家族 宗族文化的重視 對 謝謝 好 謝謝 那麼以上六位的發言 我想各位你們都聽到了 那各位有沒有什麼意見 好 來 請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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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那個 有關這個 恩西亞在開會這個 所留存下來的文化資產 讓我們比較知道 你們待會兒會看這個 應該太不錯 他有一個華氏家族 他有這四個部級別 他的房子當時也被了開網路拆掉 那他是有幸的 我在1999年協助當時還是民政局 在這個主政文化資產的時候 因為有個龍門國中 像我們都市長一定很清楚 現在這個地屬於他也是教育局 他要興建這個 後來2014年 終於在好龍門國中 我在已經要被拆到 因為地上面是屬於這個 西漢大學的書寺 例如說漢寶德先生的這個 這個老藏人都在上面 一百平行歲 那是大片的這個拆房子 那往上也都問到 波比爾也是那個時候被保護 跑上來 我們說到處去保護這些聚羅 當時我就救了一個 連繞居 現在還在龍門國中裡面 那麼我們現在今年的這個 課綱裡面非常重視這個 在地的文化 我覺得這個一定要被保存 而且不能夠只有一個簡單的 意識建築 因為意識建築非常隨便 剛剛這個發展商 我也很了解你這個地上 所以你這個心態跟你的表現的這個 語法是不友善的 我本來還說 如果是用歷史建築 也許你能力好好地溝通 好好做好地規劃 基本上去的那個價值觀 已經是認為這些老的舊的 這個無堪 可是我們很多在台北市的 文化資料都非常地無堪 比如現在通常他們就大道成歷史建築 我當時去的時候 晃得不曉得像什麼樣 現在大家是很歡迎 我就覺得文藝生請問 文化學的代表 那條道路是那麼有必要提提 要開嗎 當然我也去看過 所以我之前看過了 我非常歡迎這個案例 所以我是覺得說 有不需要我們文治委員 是不是可以對有些有爭議的事情 可以更詳細清楚一下 他的歷史 但我並不認識今天來發言 最後一位就提供了很多資訊 讓我們反省跟思考 所以我是覺得 你光是給歷史建築 容積以準是沒有什麼好處 當然現在中央還沒有能夠把 古蹟跟歷史建築的 可以同等為 讓他容積可以移準 所以你給他歷史建築 只不過就是看他死刑的意思 那現在開發商的聲音那麼大 權力那麼大 而且台包委員會的態度 是如此這一關 那我們這些 即使是文治委員 我們是讀書委員 我們是很偉大的 掌握了財富的開發商 我覺得沒辦法 跟當地的民眾好好共同 這應該很細膩 而且大家真的要願意好好的來討論 不需要跑到我們會議上面 來健保園商 那我也贊成就是說 如果文物即使空間能夠留下來 妥善留下來 應該給他高於歷史建築的位置 才能夠讓他好好的去處理 那我們現在也有很多輔導的機制 那今天的問題就是 我也問過中央也問過台北史上 那麼我在中央也當我留在這裡 我覺得最糟糕的事情 我們沒有足夠的時間去做歷史調查 就要我們這些委員非常殘忍的 要給他生於死的判定 那如果有一點歷史調查更詳細的話 我們也許在價值上面 可以更對得起自己 對得起大家的一個頻段 好 好 謝謝邱委員 各位有其他意見嗎 是 長老主席 這邊大概邱委員指教部分 發掘9本案大概前要說明一下 這個案子在104年就已經申請 就是跟金融單元的劃定 那以目前這個指定的建築物 本身剛好是做在計畫道路上面 那我剛才查了一下我們相關的圖資 確實在這周邊範圍內 目前就剩這一段建築物坐落的所在的 不是計畫道路上 那是因為我們所設計的法律